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啊,咱们还是一边看古迹 我呢,就一边给您啊,说京师驻防八旗收尾这段书 首先呢,咱们就得说说呀 这京师驻防八旗最主力的一支部队 这是什么部队啊 这支部队啊,实际上就是八旗的骑兵 在清朝的时候啊,他没有骑兵这个概念 他叫什么呢,他叫马甲 这些个马甲呀,都属萧綦营官 萧綦营呢,不光驻防北京的八旗禁旅有这个编制 在下边的各直省驻防里边啊,也有这个编制 在天聪年,也就是啊,皇太吉时期 那会儿嘛,既然叫天聪 这大清国呀,就还没建立呢 那会儿的大清啊,还叫做大金韩国 这马甲呀,也就是骑兵啊,还是满洲称呼 他叫什么呢,他叫阿里哈超哈 这萧綦营呢,自然就是阿里哈超哈营 到了顺治十七年的时候 才正式给这支骑兵部队定名 叫做萧綦营 对这支部队称呼为萧綦营啊 这萧綦二字不但是汉语 并且呀,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称呼 因为这萧綦营啊,作为皇帝身边的一支禁旅 早在晋朝的时候,在晋书直观制当中就曾经提到过 清朝统治者认为啊,自己得天下全靠了这支骑兵部队 所以呢,他就把这支骑兵部队起名为萧綦营 这也就说明,清朝统治者对这支部队很自信 他们认为自己的这支骑兵部队 完全可以和中原汉族王朝的皇帝禁卫军相媲美 说书不跑题 今天咱们聊的萧綦营 主要介绍的还是啊,这在京住房的八旗 萧綦营呢,在北京呢,一共分24个营 成员自然全都是旗人 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 这里边的八旗汉军呢 还设有枪营,炮营和藤牌营 酷似这些军种啊,都是步兵 但是啊,他们却享受着马甲的待遇 在清朝的时候啊,这马甲和步甲的待遇啊 可差的很多,基本上是差一半 在九门提督,管不了九门那段书里边啊 咱们就提到过 九门提督呢,实际上是负责京城九门内外的治安防务 真正镇守京城九门的人啊,其实都是萧綦营 无论是守城的长官还是兵甲 都是萧綦营的下属 也就是说呢,这九门提督啊,管不着 他们直接寿命于驻京萧綦营的都统 这萧綦营啊,除了负责九门防务以外 还得常年备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啊,得负责打仗 一旦外省和边防上有了战事 他们就得立刻出兵 您看驻京的步军营了吗? 他们永远不管这个事 只负责京城治安 到了清代后期啊,这萧綦营啊,有了一点变化 咱们在这儿啊,也得说一下 他们还负责守卫在京的各处库房 雅鼠营房 以及关天的堆拨 按说这些工作都应该是步军营负责 那么为什么交给萧綦营呢? 也就是说啊,到了雍正以后 为了安置更多的八旗 又把很多八旗闲散苏辣调成了甲鹅 可是这些甲鹅呢,你让他当骑兵吧 也不得够材料 于是啊,他们就领伴想 说是萧綦营的人呢 但是他们领步兵的钱量 论本事呢,也只能发到堆子上 去看看营房、手术库房什么的 说完了这骑兵啊,咱就得说说这步兵了 这步军营跟现在的陆军可不一样 清代京师的步军营啊,基本上就只负责京师的治安防务 他们的头子呀,咱不是说了吗 叫步军统领,也就是九门堤都 负责掌管整个京师地区的守卫、门禁、击捕、断狱、鞭茶、保甲等等等等 听着挺琐碎的吧 可是您想去吧,他权力大了 您还别说九门堤都了 咱就说这堆拨上的普通步军 在京城内城,夜里再炸了上指手 你要是犯了夜,不管你是王公贝勒 还是普通奇人,上去先抽鞭子再问话 当然了,这挨打他一般都是普通奇人 和这个王爷府上的这个闲散俗辣 咱们为什么总强调他是八旗步军呢 实际上后来啊,这个到了康熙三十年的时候 这步军统领衙门还监管着绿旗外三营的巡谱营 到了乾隆年间啊,增制成五营 这巡谱五营当中啊,不光有步甲,还有马甲部队 也就是说这步军统领衙门的九门堤都啊 手里边还掌握着一支小小的骑兵部队 只不过这支骑兵部队啊,全是鹿营兵 是汉人,九门堤都所统侠的八旗步军营 和这个绿营的巡谱营啊,有很大的区别 从兵制到统领方式上啊,都不同 咱们就简单的举个例子吧 八旗步军营里设的这些长官啊,名称都是什么呀 他们分啊,这个义位和副义位 这义位是什么呀,咱不是讲过吗 这八旗啊,他特别喜欢分左右义 所以说,步军统领下边啊,还得设两个副职 一人管左翼,一人管右翼 副义位的下属啊,是邪位,副位,步军校和为属步军校 这步军校啊,是最基层的干部 大概其啊,就相当于排长 这为属呢,上面咱们讲了 有人说这为属啊,是副职的意思 也有人说这为属啊,是代理的意思 我倾向于是代理的意思 你看前面咱不是说了吗 他有这个副义位和副位 如果要是副职啊,他直接就带出来了 不会再着重的说为属二字 可是到了绿齐寻破营 这些个官职啊,就全变了 绿齐武营啊,他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 千总、八总、外围等职 您瞧了吗,都是这个历朝历代啊 咱们中原汉族的武将官职 这些个绿营兵,不但要负责外城的治安 还要负责京郊的防卫 咱们说的外城啊,也就是清朝时候的汉城 南城,现在的呢,老重文老宣武区 除了这些呢,这布军营还负责管理信炮司 也就是啊,大家都知道的白塔信炮 以被京师有任何防卫的问题啊,好以信炮为号令 召集统领各营的假兵 说到这儿呢,其实这京师住房八旗啊,咱们讲的就差不多了 您看啊,咱们不光讲这个京师住房的八旗 烧在手的呢,绿营兵也聊了一下 其实这里边啊,还落了一个空 还有一支部队啊,咱们没讲清楚 这就是一支护军部队 有人说不对,咱护军不是讲了吗 讲京师住房,开头这两级说的不就是禁卫军吗 哎,对了,可是这支禁卫军呢,它稍微不一样 它哪儿不一样啊,它城里的时间削微晚了点 它叫什么呀,叫八旗圆明园护军 这属于是八旗外三营的其中一支部队 咱们都知道啊,这清朝的八旗住房军呢 都驻守在北京城的内城 可是唯独有三支部队驻守在外城 一呢,就是西山的建瑞营 二呢,就是外火旗营 三呢,就是这支八旗圆明园护军 那两支部队啊,咱们讲外三营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因为这圆明园的八旗啊,它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咱们留到今天再讲 就北京城而言啊,其实这清代的皇帝 他算不上是北京的土著 他算是移民 他们呀,都是从东北迁过来的 从地理和气候上讲啊,怕热 他们在这北京城里也待不住 于是呢,他们就看中了这个凉快的地儿了 北京城凉快地儿是哪儿啊? 西山呢,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啊 那句俗话怎么说来着 这天下名山啊,僧站多 可是这僧在站呢,他也抗不过强权 所以说在京西北,什么风水也好 山兴水秀的地方啊,全让皇家给占了 占了呢,就是为了建园子 这皇帝呀,有百分之七十的时间 都住在这些京郊的园子里 他不住在皇宫,不住在紫禁城 那既然是这样,这些护军 常年驻扎在内城里 没有用啊,但是这皇上 住在园子里,你也不能把 这些护军呢,全都从紫禁城里 调出来围着皇上转 为什么呀?因为紫禁城的 晋城,皇城,在紫禁城里边的 太后皇后,格格阿哥们 也是需要人保护的呀 所以呢,只能 单门成立了八旗 圆明园护军,说是圆明园护军 其实它主要就是分布在 所有的皇家园林附近 您看,湘黄旗的营房 在树村西 整黄旗呢,在萧家河北 整白旗在树村以东 湘白旗则在长春园东北 整蓝旗的营房在海淀东 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附近 湘蓝旗的营房在广人宫以西 正红旗营房在安和桥西北 湘红旗的营房在静明园的东北 后来呢,为了照顾皇帝的起居方便 内武府三旗也在圆明园附近 设立了护军营 这就更晚一点了 这是转过年来的雍正三年 在这儿啊,咱们得讨论明白一个小问题 这件事啊,其实细琢磨起来 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为什么? 传说野史,包括很多专家学者 都是这么认为 龙和多在雍正皇帝继位 这件大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呢? 这就得说到,其实啊,在雍正朝以前 在城外的园子里啊 真正保卫皇帝安全的 并不是八旗护军营 是布军统领衙门 康西皇帝喜欢的园林是畅春园 在晚年的时候啊,就常年住在畅春园 并且咱们也知道,最后这康西皇帝啊 也是死在畅春园的清晰书屋了 就是在龙和多做九门提督时期 在畅春园附近 布军统领衙门建立了九千多间营房 就是为了给康西皇帝护驾 这一点呢,让这康西皇帝很安心 很放心 龙和多这官职升得快呀 并且成为了康西皇帝的心腹 和自己这官当得好 尽职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龙和多这个九门提督 在康西晚年的重要性 所以才传出了那么多的龙和多 与雍正皇帝的野史密文 当然咱们刚才不是也提到过吗 这九门提督即便是在康西朝 也不能完全把控京城内外的所有房屋 最起码这京城九门 房屋以及守门的甲兵就不归他管 他有意思在哪呢 您想去吧 如果在康西朝负责皇帝 在畅春园内安全的 就已然是八旗护军了 我们所熟知的所有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 里边的主角可能就要换人了 得嘞 清朝时期在京住房的所有八旗内容 咱们就都讲完了 从明儿开始 咱们就要从北京城出来往外聊了 咱们要聊一聊青代的基辅住房 您早歇着 咱们有书是明天再聊